其實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財富 當你賺了再多的錢 你都買不到健康 員工的健康 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財富 也是一個最重要的 往前行的力量 也是一個企業永續 我覺得最重要的條件 沒有健康就沒辦法向前行 我大學念的是護理系 那我護理系畢業之後 就到醫學中心去上班 然後我就覺得 我們在醫院到底扮演的角色 能夠帶給人類什麼健康 好像都沒辦法真的改善到 一個人就從預防生病開始 那我就因為這樣 而很想要走入預防醫學的能力 我自己是台中人 我要專程跑來台北應徵 原因是因為我對這一件事情的 渴望跟期待跟我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踏進了我 職業衛生護理師的生涯 可是其實在大概二十幾年前 台灣有配置這樣子 職業衛生專任護理師的角色 大部分都是外商的公司 預防剩餘治療的這個概念 反而是我們現在滿重要 想要推廣給企業的概念 因為我現在久做 產生很多骨骼肌的問題 情動不變這一件事情 其實被生活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遇齡期的婦女都是我們華富的對象 言語的問題慢慢被受到重視 這些目前職場都要去正視這樣子的問題 人在慢慢的老化那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我們希望他能夠老得很健康 繼續為職場繼續提供他的貢獻 我覺得也是在幫我們的這個國家 一起照顧職場這個小社區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法規的話 其實我們是滿難走進去這樣子的社群裡 以前在醫院是病人自己送上門來的 可是當我去到了職場之後發現大家看起來都很健康 沒有人會主動來 那我要怎麼主動出擊去讓這一些 我們現在俗稱的亞健康的族群 去喚醒他為他自己的健康有多一點的認識 我會把我們員工的這些很高風險的人 做一個這個列管 這一些高風險的人他只要要出差 他就必須要經過我這一關 我要確認 比如說他血糖的問題 他會不會講血糖 他怎麼控制 甚至我還會幫他找出他當地的飲食是什麼 慢慢就把這個健康的行為改善在他的生活裡面 就大幅下降了我們公司過去 因為出差而在外面生病所導致出來的 不管是成本或是壓力或是很多 工作上沒辦法完成的事情 還大幅下降了我們員工的領域 但是因為這是一種隱形的力量 大家平常沒有被提醒的時候 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所以也就圓起了 我們富爾達健康管理事業公司的成立 透過那個北科大的校友會 然後剛好我們退場是那個 富爾達公司的創始人 所以我們想說利用這個機會 把富爾達引進公司 然後讓我們一起互相成長 同仁的年資普遍偏高 然後年齡也偏大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在工作的時候 也可以享受到身體的健康 然後所以也會定期做這些身體檢查 或者是職務的一些問診 很多同仁可能他平常也沒有時間去醫院體檢 然後很想利用員工體檢的時候增加一些自費項目 我們就會請職務去幫我們看一下那些自費項目 也可以透過職務去了解他們自己的身體狀況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隱私不知道該怎麼詢問的病 也可以去透過職務的訪談去做一些深入的了解 或者一些病況的追蹤這樣 這個其實是富爾達跟其他的公司不太一樣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的貢獻事實上是沒有那麼快可以看到結果 但是事實上每一小步都是非常的有意義 我們富爾達未來的計畫 我們希望還是能夠成為全台灣中小企業的健康種子 我們就掃到各個不同的企業裡面去 然後等待它慢慢的發芽 讓我們在台灣這樣子少子化 一個老齡化的環境當中 可以貢獻我們一點點的心力 讓大家都可以老得很健康 老得很快樂 甚至我可以在我的國家 在我的社會 在我的這個生活環境當中 可以貢獻我過去我的人生的這個精華 傳承給我們寶貝的相當 我做到這位建築的博物 打承給我 我做了這位建築的博物 有些人的博物 是為了 都可以做了一個小的錢